来贵州的第一个晚上住在这个贵阳的索菲特 然后今天我们要去那个同仁 酒店的管理有点严格 登记很多很多信息 我暗中想总有一点爱白 可以交卡我吧 总算得断爱白 相爱少点也罢 我可更了解是 哪只梦话 换点心 请交卡我 不过是个小事 愿望下你的心 脚一种意证过 远远转转 高级他 这就是第一个厕所 这是大床的主卧的厕所 这还有个炉子 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呢 这又是一个厕所 这是个半厕 只有一个马桶这里 是在进门的左边 外面有个炮池 这个炮池他们说是要另外收费的 我就搞不太懂 酒店里还有另外一个游泳池 这又是什么 这个什么都没有 储藏机 储藏机 有点雷掉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熟过爱要消灑 错爱了回头吧 到这晚却算半点山 仍然求能留下 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怕 可以交卡我吧 总算得恋爱吧 相爱少点也罢 我却更了解是验证梦幻 半点山 请交卡我 不过是个小事 愿望吧 你的心 却一种意证过 远远传传 交卡他跟你好吗 一切的爱怎么都送卡他 一过三分 一本欧马 起码一本都交卡我 欧马 早上还是很凉快的 这有个茶室 还没有开门 茶室在 这是我们的房间 八十走过来这一路走下来 酒店是位于铜仁的珠沙古镇景区内 如果你入住了 你就不需要买景区的门票 然后就可以游玩景区的酒店 他们也会带你参观游玩之类的 我们是从贵阳坐高铁到同仁 然后同仁再坐车过来的 因为有朋友在同仁接我们 当然如果你也可以自己从贵阳开车过来 打开四个小时三百五十公里的样子 或者说你可以高铁坐到这个珠沙古镇站 那里再打凉车过来打个也就二十多分钟的样子 现在准备去附近的镇上兜一圈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吃 这有个职工食堂可以吃饭的 我们等去看看有什么吃的 我靠 我终于找到一个光线不错的地方了 好 现在已经是入住酒店的第二天了 然后我准备对这个酒店做出一些点评 然后再给你们提一些建议 首先我觉得这个酒店最需要提升的一点 就是他们的服务 就在刚才我们在准备预定今天晚饭的时候 我们打电话给前台 前台说今天没有晚饭 因为原材料全部用光了 后来我们直接去他们的那个餐厅问 然后那餐厅他们又说 只要在菜单上的就是那个套餐里面的 他们都有 就是都可以做 所以就很无语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一些信息的这个不对称 而引起的一些这个这个误会或者说矛盾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服务的总体来说怎么说呢 就是只能说他们尽力了 你肯定没办法和其他的一些国际连锁这种酒店相比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追求服务的 就是这种服务好的这些民宿 我建议你还是去找一个什么安曼之类的全国各地找 随便找一个都可以都比这里要好 餐饮 餐饮方面 早餐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单调的一点 然后吃的选择也不是太多 然后特别是饮品 饮品早上只有牛奶和豆浆 然后他们说今天咖啡豆也没有了 午饭晚饭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个套餐套餐A套餐B 然后分别对应的是就是两到三人份 还有四到六人份 这些的话后来他们说这个套餐里的菜也是可以单点的 价格的话还算合理吧 对于一个景区内的一个酒店的餐厅我觉得已经算挺合理的了 像我们三个人大概吃下来人均就一百一百多块钱吧 当然贵州的物价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低啊 其次就是整个酒店的这个环境啊包括一些硬件其实还是OK的 你们也看到之前的这个片段了 它的这个风景啊气候啊什么的都是不错的 在这个七八月份这个时候来贵州 特别是同仁这里避暑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刚刚下了一场雨这个雨下完又更加凉快了 我觉得都有点冷了现在 另外就是酒店的一些细节方面的 首先酒店没有喝水的马克杯 呃他们有一套茶具但是没有那种就是大一点的马克杯 所以说如果我就是这几点喝水都是用了这个牙刷刷牙的杯子喝 呃另外他们这个时外的这个泳池像我刚刚也说过 他们是要呃另外收费的就是住水要收一百五十块钱 而且住的是自来水还是冷水 我就我就觉得没什么必要 而且我觉得呃这应该也不就不应该另外收钱吧 毕竟这个房间也要三四千一晚上的 我觉得在另外收这一百块钱也没什么意义 他们说这是服务费就是有人会过来清理消毒之类的 怎么说呢啊 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 所以说像这种三千四千一晚到底值不值 这种东西都非常主观 也很难拿用这个是或否来简单的回答 呃我觉得如果你是说想追求风景 或者说追求一个宁静致远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还是值得来这里来一次的 可能暑假因为是旅游季嘛 这个这个酒店的这个门市价有些溢价 呃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你有机会 淡季也是可以来体验一下的 但也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是想追求酒店的这种软件啊 或者说服务之类的 你不如真的去找一个什么国际连锁的一些一些民宿 或者酒店度假酒店去去体验体验 既然我们都已经入住了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些瑕疵 还有一些酒店的不完美之处 尽管你没有任何义务 但是我觉得你入住之后 还是可以为酒店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 呃成为酒店发展与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呃顺带你也可以为贵州 然后后疫情时代的这个中国经济做出一些贡献 如果你入住了 但是你觉得这个酒店呃 非常不值 或者说你觉得你花了很多冤枉钱 我觉得你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想想 呃 你所付出的金钱 呃 还有你提供的一些宝贵的建议 也帮助了当地的居民 还有酒店的一些底层服务人员实现了小康 这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然后 如果你有什么关于这个酒店的问题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然后我看到也会尽快的回复 之后我也可能做一些其他酒店的测评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8月份也会去自宁夏 到时候应该也会拍vlog 呃 今天就这样吧 Peace 拜拜